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王者荣耀到目前为止也有很多的英雄了 不同的英雄技能机制也是很不一样的 像有的英雄注重减伤,有的英雄注重输出 还有些英雄是很多人头疼的,那就是控制系英雄 一个全身都带控制的英雄是令很多玩家头疼的存在 下面就给大家判定几个全身都带控制的英雄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猪八戒 猪八戒是目前单挑强势英雄之一 因为他的技能机制让他回心很快 而且猪八戒的控制又很强 一技能击飞,二技能只要触碰到地形就能强制敌人位移眩晕 而大招则是阻隔敌人位置 猪八戒一身都是控,所以很多英雄在面对他时都有些手足无措 毕竟这样的英雄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了 第二个,莫子 莫子这个英雄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虽然全输出伤害很高,但是也可以出全肉装 负责为队友提供控制 这些英雄是连被动都带有控制的 一技能被动击退,二技能和大招眩晕 而且大招还能长时间的眩晕敌人 只要能完美开到大招 团战基本就可以宣告胜利 这也是莫子强大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苏烈 苏烈的一技能是带有击飞的 二技能也是强制位移眩晕 大招大范围击飞 如果被苏烈闪现大招击中 一套连招下来是没有还手之力的 这个英雄控制能力十分恐怖 除了以上三个英雄 各位小伙伴还知道有哪些英雄 以全身带控吗 欢迎来人讨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